蒙古国的草原婚宴 日本的荞麦大会和庞哲普邦的婚宴祭 独特的看家食材体现出了浓郁的乡土文化 即将播出中华揭秘欢乐的盛宴 下集 今天要展示的是一场热闹的蒙古国婚宴 这里距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大约有十个小时的车程 而最近的村镇也在半小时车程以外 这群牛的主人叫庆哥礼 这几天 他正忙着为家里最小的儿子张罗婚礼 他一共发了两百张席帖 给居住在附近村镇的亲友们 席帖上说 他家将在两天后举办婚礼 宴会要举行三天三夜 这几天 陆续有一些亲戚朋友赶过来 他们将协助庆哥礼打点婚礼的大小事情 牛肉并不是婚宴上的主角 它主要是给这些来帮忙的人吃的 婚宴真正的主角是羊肉 主人家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准备多道羊肉佳肴 栽蒙古国 人们吃肉多为牛肉和羊肉 其次是少量马肉 这些牲畜全身上下都是宝 头部 血和内脏都是上烤的材料 除了肉食 他们的传统饮食还有奶制品 栽草原上 两牲畜的牧民 他们不仅喝牛奶 还喝羊奶 马奶和糯米奶 这口锅里煮的新鲜牛奶将被做成奶酪 这是当地人经常吃的奶制品之一 婚礼宴会上也绝不可上 蒙古国牧民在婚礼上 至少会宰杀一头牛和一头羊 作为艳客之用 蒙古国牧民屠宰时 一般采用钻钦法 也就是不搁脖子 直接从肚子症中扎入心脏 将羊血流在肚子里 这样不但干净 羊血也方便收集 而做熟的肉也格外可口 准新郎终于回来了 25岁的曾格勒即将拥有一个自己的蒙古包 除了购买新婚家居所需 他还带回了很多婚宴用的食材 大家明天将为新郎搭建蒙古包 而今天有更重要的是 那就是做婚礼用的喜饼 从买片拿出来的黄油 蒙古他们自己做的 就是从商店买的那个蔬菜油 这个是牛肥肉的油 他们自己做的 就是把黄油拿出来了以后 就是炸 来炸 这些帮忙制作婚礼糕点的亲戚朋友 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大汉 制作婚礼所用的喜饼 可不是什么人都会做的 而且熟悉这门手艺的人 现在也越来越少 这些师傅手上的木制模子 文饰是自己雕刻的 每个人的模子都独树一帜 这种船型喜饼要做上300个 这都是在三天的婚礼中 要送给客人的 面粉制成的喜饼必须过油炸 在婚礼当天 这些喜饼将送给来参加婚宴的客人 今天大家一定要做好所有喜饼 下午一点制作开始 看来今天要做到凌晨才能结束 曾格勒的婚礼明天举行 一连三天的婚宴还有许许多多的食物要准备 新婚夫妇的新住所也还没有开始搭建 今天大家分成两组人马开工 一组盖蒙古包 另一组烹调婚宴佳肴 在帮新郎盖蒙古包之前 大家赶紧先将借来的厨房蒙古包搭建好 这样厨师们才有更多的地方大显身手 新郎的新蒙古包将搭在他父母家的隔壁 曾格勒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受宠的 这口锅里煮的肉是羊肉 它是婚礼上很重要的一道菜 羊被子 做羊被子的主要有羊头羊腿 和从羊被到羊尾的一大块肥肉 做法很简单 不加任何调味做料 只放在锅里用白水煮 水一会开就能起锅了 这些羊身上的重要部位要摆好 马放在盘子里 明天他们将放在新的蒙古包里 羊头朝着进门的客人 表示用草原上最圣洁 最吉祥的食品 以最高的礼节欢迎客人 客人走以前还要切一小块 让他们带走 那么一头羊其他部位的肉和内脏等 他们同样用白水煮过 然后放在一边 谁工作累了 饿了 可以随时坐下来吃 食用时直接用刀切肉 用手撕 这就是有名的手巴肉 一般人吃手巴肉 不占任何作料 吃的就是羊肉的鲜味 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 一大早大家就忙着准备婚礼糕点 大家把做好的喜饼摆好 一层层的叠高 所叠的层数一定得是单数 如三五或七层 层数低表示新婚夫妇还年轻 摆叠好以后 盖上做成尖塔形状的奶酪 再加上其他奶制品和糖果装饰 这一块块的喜饼 将在宾客离席时 让他们带回去 早上九点 及时已到 新郎的叔叔和大姐带领大家 浩浩荡荡地到新娘家去接亲 按照传统 新郎并不能跟去 只能在家里等候 三十分钟的车程过后 大家看到了新娘 二十三岁的新娘齐齐格已有孕在身 而且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要把新娘接回家 其亲团必须接受喝酒的考验 蒸酒敬客 这是蒙古国牧民代客的传统方式 他们认为 美酒是食品的精华 表达着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 所以 接亲团中总会有个特别会喝酒的人 来应付场面 酒不但是一杯又一杯 而且酒杯还越变越大 新娘的爸爸把那个酒杯又变大了 那比如说发款的意思 不然他喝酒的话 把新娘付给他们了 在新娘家闹了一个多钟头 到了该把新娘接走的时候了 新娘在神位前祈祷 再依依拜别家中长辈 尤其是从小照顾她的外祖母 从此她将走出自己的家 踏上人生新的旅程 新娘的母亲 一边看着女儿坐着车越走越远 一边用手指蘸酒 泼洒天地 象征对女儿的祝福 终于到家了 可这时候 新郎的大姐被灌醉了 大家抬着她进屋去休息 而新娘进门后 一定得规规矩矩的 必须依照传统 先让婆婆挽着她 在新蒙古包前走一圈 然后才入住心房 这样 为时三天三夜的婚礼宴会 就正式启动了 大家期待 在蒙古国的婚宴上 会吃些什么呢 新娘进了自己的新家 还不能马上和新郎一起就坐 她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点燃火炉 再充满虔诚的熬上过门后的第一锅奶茶 对于住在蒙古包里的人来说 火是神圣的象征 远顶天窗下的火炉位置是最核心的位置 这第一锅茶 象征蒙古包迎来了你主人 当地人每天离不开茶 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 牛奶倒进锅里以后 新娘接着准备茶末 还要不时地上下晃动着茶包 让茶味均匀 茶香自立 煮好的奶茶 新娘首先要敬献给自己的丈夫 和每一位尊贵的客人 喝了奶茶 宾客们一个个给一对新人献上礼物 接收到的纸币 要挂在房梁上表示吉祥敬意 这时空气中隐约传来了食物的香味 人们期待的美食即将到来 终于开始上菜了 菜肴很简单 有加了肉 蔬菜和面条的俄罗斯汤和沙拉 还有热腾腾的蒙古包子 大家拿着碗边吃边喝 兴致来了还大声合唱 敬显蒙古国牧民的好情 蒙古国的草原婚宴将举行三天三夜 随时有人来 随时有人离开 传统上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请客 都不设定具体终点 婚礼日子确定了 不管什么时候 都能过来给新人送上祝福 成格乐的婚礼上 最远来的客人是从八十千米外的地方骑马赶来的 一连举行三天的婚宴 第三天是最有看头的 因为主人会宴请客人吃当地特色的烤全羊 这道烤全羊人人期待 是婚宴进入最高潮的象征 烤全羊首先要升起火堆 把石头放在火里烧 这些石头有什么用呢 烤羊选择的是标肥体状 四到五岁的山羊作为原料 羊宰沙后把它吊起来 这样方便取出肚子里的内脏和骨头 把取出的内脏和一些肉块洗干净以后 加上洋葱 蒜 盐和烧得火热的石头 一样一样塞进羊的腹腔 当羊肚子里的石头分散平均之后 人们再把开口处封紧 让石头的热度慢慢从里到外 把肉烤熟 这时候 羊肚子就像高压锅一般 哪里有漏气 气体就高速地喷出来 羊身上的毛要用火来烧 同时这也会把外皮烤焦 让它散发出焦香 一小时后 羊烤好了 烤好的整只羊上桌后 人们将羊肚子剖开 还取出相当烫手的石头 当地人认为 石头在两手之间交替 热敷双手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驱寒避邪 此外 把石头传给他人 也有把幸福和美好传递下去的意思 羊肉切成小块以后 必须按个人的身份分配 最好的部位先给长辈吃 如果你到蒙古国的人家做客 而主人用全羊宴招待你的话 这意味着你得到了主人的最高领域 羊腔里面的汤汁 也是吃烤羊肉时必不可少的美味汤料 这种烤羊肉吃起来酥脆香嫩 肥而不腻 就连很多不爱吃羊肉的人都难以抗拒 在羊肚里混合烤熟的马铃薯 同样使人齿家留香 蒙古国婚宴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烤羊羊 而日本有一场大宴会 它的主打是乔麦宴 而且这场乔麦宴 完全由六十到七十多岁的老人打造 位于日本中北部的佐渡岛 盛产世子和道流 岛上有一个叫大齐的存落 更因为乔麦而闻名 七十一岁的穿上公寄 专业种植柿子 十一月是柿子收获的季节 他和妻子忙完果园里采收的工作 把柿子送到类似合作社的柿子协会去售卖 之后 他要负责统筹村里举办的乔麦宴会 大齐是佐渡岛羽茂区的一个小地方 住了八十多户人家 村民以务农为生 种植柿子 银杏 稻米 桥麦等等 这些农作物每年收获一次 这一天是宇茂区农民对外展示他们农产品的重要日子 宇茂区的农协会 在每年秋收以后的十一月份举办展销会推销他们的农产品 展销会中的一个重头戏正是大齐桥麦协会的桥麦面宴会 桥麦协会 桥麦协会今天在会长川上功绩的领导下出动了18名成员 大家一早就在厨房里忙着制作桥麦面准备桥麦面汤 今天预计做出500碗桥麦面 大齐桥麦面的最大卖点是以100%的桥麦面粉做成 一般超市卖的是80%的桥麦粉和20%的小麦粉混合而至的桥麦面 味道完全不能和纯桥麦面相比 73岁的川上梁江是桥麦协会主席川上功绩的妻子 她今天负责赶面 做桥麦面最难的技术是加水和和面 加水时制作者必须看着面粉的凝结度一点一点的加 什么时候加水水量多少 完全靠视觉和手感来决定 非常考验功夫 揉好的面团还要撑过重量 确保接下来每一道工序的量和质都能保持同样的水准 面团揉好后 下一个人要用擀面杖在案板上将面团擀成圆饼状 达到所需的厚度之后 用刀切掉厚度较薄的圆边 把一个小面团放在面皮中央来回地擀 再把面片卷在擀面杖上来回滚动 使面片越来越薄 这时候要将面片折叠 每次折叠后撒些面粉以防粘连 最后折叠成长形的面片送给负责下一个步骤的人 切成细条 切好的面条大致分成一把一把的 就可以放进开水中煮了 煮面一次只煮一把相当于一到两人份 当沉在锅底的面条浮上来时 人们把它捞起放在冷水盆里过一过 洗去多余的淀粉 使面条不容易粘连 口感更为爽滑 筋道 瀝干面条放进碗里 再加上一些葱花 浇上面汤 一碗热腾腾的荞麦面就可以上桌了 这样一碗荞麦面的售价是500日元 相当于约30元人民币 厨房外 这时已经排起了长长的人笼 前来吃面的人 除了当地人 还有很多是岛外慕名而来的老饕 荞麦面地道的吃法 就是要这样稀里呼噜地吃 据说 荞麦面最初是普通老百姓吃的东西 老百姓讨厌装母作样 假装有教养的举止 以致久而久之 形成了荞麦面的标准吃法 从早上七点做到下午三点 中间没有人停下来休息或吃饭 650万 原本预计做500万的 结果顾客多到竟然做了650万 今天这场大会可算是非常成功了 不过这只是前菜 大齐荞麦协会的这批原班人马 将联合更多会员 在大后天举办一个更重大的荞麦大会 傍晚七点 荞麦协会的会员陆续来到明天 将举办荞麦宴的场地开始张罗起来 协会会长川上工绩 除了协调厨房的工作 还要亲自动手清理宴会大厅 而川上夫人就在厨房里跟大家一起 准备明天赶制荞麦面所需的东西 以及预先烹煮食物 这道汤里用了海带 酱油 清酒等 荞麦面本身必须明天现做现煮 面汤却是一定要预先准备 好好熬煮一番 才能带出荞麦面的美味 川上夫人要准备的第一道菜药是 关东煮 这道菜必须在今晚完成 好让汤汁能够有时间慢慢渗透到各种材料中 成为一道既有共同特色 又有各自精彩的好菜 关东煮所用的食材有海带 白萝卜 胡萝卜 魔芋 野菜 以及豆腐和鸡蛋等 而最重要的调味料是一种古老的酱油 酱青 这一条条的是山上采来的野菜 明天的宴会除了主角荞麦面 配角几乎都是蔬菜 而且是不加农药的有机蔬菜 这些条状的野菜是大齐人常吃的一种菜 采来后晒干可以保存很久 把菜放进热水中汆烫 加入酱油 醋 日本清酒 就是一道富有当地风味的佳肴 这时川上会长这边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他刚接到通知 有人临时有急事 无法出席明天的舞蹈表演了 说到表演 怎么大家都在忙着厨房里的事 不见任何人彩排练习呢 原来大家几十年来都是同样的一个协会的人 表演同样的舞蹈根本不必排练 时间已到晚上十点 该准备的东西这时候如预定一般都弄好了 真不愧是惊艳老道的老将们 早上七点 厨房已经热闹起来了 今天大齐乔麦协会出动了二十多人 要给二百二十人现感现煮百分之百的纯乔麦面 今天的乔麦大会比几天前在农产品展销会上 一碗一碗地卖出六百五十万乔麦面的情况 更具挑战性 因为二百二十人吃同时用餐 而且还多了许许多多的农家菜肴 难上加难的是 老人家们还得打起精神 在做好所有菜之后 马上登台表演 乔麦协会会长川上恭敬 不仅要协调大家的工作 上上下下打点一切 还得不时亲力亲为 待会儿还要跟大家一样上台表演 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身体可真硬朗 川上的妻子梁江 今天的工作是和面 乔麦面是宴会的主角 这和面 擀面 切面的工作是最重要 也是最费时间的 一般由最有经验的妇女来负责 今天还有许多道食物要弄 昨天炖煮的关东煮得再热一次 然后将所有的食物按量分配好 准备在客人入席以前 一一摆放在餐桌上 这一席荞麦宴 除了荞麦面 是以水煮汤面的形式烹煮之外 其他主要的菜肴大多以炖 腌 炸的烹调手法来处理 六十岁的杜边林子要做的是黑芝麻拌青菜 他把原白菜和不知名的野菜 用白水煮过 一干水分 配上黑芝麻粉 搅拌均匀 菜就做好了 日本人非常注重食物的美观 不止摆盘要好 餐具和桌上食物的排列 也都讲求尽善尽美 今天在现场还来了好几个年轻人 看来这荞麦宴是否能持续下去 担子就落在这些女孩身上了 中午十一点 客人逐渐到来 客人凭着预先购买的餐券入场 每张餐券两千日元 大约一百一十七元人民币 所有的餐券在一个星期前就摆光了 这时候厨房里的气氛开始紧张 变得有点嘈杂 不过大家占好自己的岗位 一切还是井然有序的 所有的菜式必须在客人十二点进场以前 摆放在餐桌上 到时大家将全力以赴地做桥麦面 客人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正当客人开始吃小菜时 厨房里做桥麦面的流水线 开始把一碗一碗 现做现煮的桥麦面 送到客人面前 说到流水线还真不是开玩笑 仅仅是过冷水这个环节 就动用了四个人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环环相扣 每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因为桥麦面一旦割久了 味道就会改变 不算准时间是不行的 台下还在享受美食的时候 先前在厨房和宴会厅里忙碌的会员们 现在进入了另一种紧张状态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上台 第一个节目是宴会主席 穿上公祭和同伴们表演的文迷偶人剧 这是本地独有的乡土表演艺术 也是日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他的歌舞表演项目 也都带有丰富的当地特色 这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拼命和时间赛跑 打造了一场两百多人参加的宴会 之后还要奔跑于舞台和幕后 时而做后台工作人员 时而又是众人瞩目的表演者 一场乔麦大会 振奋了全体会员的士气 也证明了虽然大家年纪大了 但并没有妨碍宴会的举行 反而因为他们手艺熟练 武艺精湛 给整个活动加了分 姜还是老的辣 印度西北部的庞哲普邦 于巴基斯坦 这里土地肥沃 农业发达 有印度粮仓之称 盛产小麦 水稻和棉花 庞哲普邦首府 是昌迪加尔 阿姆利泽 是庞哲普邦的一个重要城市 今天 在阿姆利泽的天空中 到处可见风筝飞舞 放风筝 是印度 所以节日日期每年不固定 只有润年会在十四日举行 在这个庆祝丰收的节日里 不仅农民庆祝 也是全民的欢庆 大家共聚吃喝 欢聚一堂 德万兴一家 今天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来过节 他的妻子和女儿 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着 他们要给客人打造一顿丰盛的晚餐 婚年季最重要的活动在今晚举行 现在要赶快把食物弄好 那组考尔和女儿莫莉 要做的第一道菜是黄油扁豆咖喱 做黄油扁豆咖喱 要用到黑扁豆和红腰豆 这两种豆子昨天浸泡过一夜以后 现在已经在锅里用柴火熬动半天了 这是一道著名的庞哲普特色菜 豆羹弄好了 还有一个步骤是做扁豆咖喱的配料 做配料的材料包括葱 蒜 姜 还有大量的番茄和青辣椒 旁遮普菜的特色 是菜里还要加入很多奶油 那么这道黄油扁豆咖喱 当然少不了奶油 刚做好最重要的一道菜 客人就来了 大家今晚将在这里度过风年季 一起欢聚歌舞 来的客人也都带了一些礼物 45岁的德万兴是名电视记者 他的妻子42岁是律师 两个人的朋友也都是专业人士 生活观念比一般庞哲普帮人开放 大家不拘小节就聚在厨房里边做菜边聊天 这道蔬菜饭是印度北部人逢年过节时爱吃的一道佳肴 平时印度北部的人较少吃米饭 一般以面粉制成的薄煎饼为主食 而印度南部的人主食是米饭 把四道菜做完大家开始吃了 这场亲朋好友的聚会非常随性 菜肴不必摆得漂漂亮亮 就连吃也不必一个人一套碗碟 大家就站在厨房里分享彼此手上的美食 天色渐暗 风年纪的重头戏即将开场 大家这时候要转移到院子里去 准备点燃搭好的篝火堆 点燃篝火得由家里最年长的人 德万兴的父亲来做 在篝火的映照下 大家围绕着火堆舞蹈欢歌 同时还要把手上的祭品献给火神 期望寒冷的冬天结束后 未来的日子将越来越好 欢聚的时候 吃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已经完成了 准备准备 这是啪啪的 非常酸和非常酸 围绕篝火的歌舞庆祝活动 将一直延续到午夜 风年纪活动的由来 据说与庞哲普邦的 古老民间信仰有关 风年纪第二天 就是三格拉提节 也称马赫是新年的意思 也就是带来转店的日子 对德万兴一家来说 新年第一天 还是个奉献的日子 他们将到精妙的厨房里帮忙 为打造几万人的食物 奉献一份力 风年纪第二天 德万兴一家四口 起了个大嫂 他十五岁的儿子凯瑞 郑重其事地 要父亲给他裹头巾 去留神次的头发是男性西克教徒必须遵守的宗教纪律之一 而头巾是传统服饰的一部分 也是保持长发干净整洁的一个方式 金庙位于阿姆利泽市市中心 一进门就能看到湖中央的金庙 阳光下整座建筑金光闪闪 建造整座金庙 共耗费七百五十公斤黄金 这座被誉为西克教圣关上的宝石的建筑 风格典雅 造型优美 金庙的开放厨房 世界文明 不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前来 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也是被欢迎的 德万兴一家今天要捐献自己的时间 帮助开放厨房准备膳食 今天的菜单有什么菜品呢 40岁的萨维德兴是厨房的四位主厨之一 厨房每24小时轮值一次 每天下午两点交班 萨维德兴昨天接班后 负责制作晚餐和夜宵 以及今天的早餐和现在开始烹煮的午餐 别小看这里的白米饭 它们都是上好的印度香米 售价是普通稻米的三倍 而做米饭的材料也不少 金庙的厨房每天要做两次米饭 早上做的米饭 煮多了 鴿木 午餐所用 需要用200公斤香米 同时用上四个大锅烹煮 下午另一位主厨接棒时 还要再烹煮100公斤香米 这里每天24小时 不断供应免费食物 据说每天端出去的餐食 可高达30多万份 而赶上今天这样一个神圣的日子 餐食数量几乎要加倍 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 从分发餐盘 到从厨房里端出食物分派给众人 到收集和清洗餐具器 准备大量的各种食物材料 以及庞大的制作工程 都需要众多志愿者帮忙 始终像进食物分洩 就不用完整 海口浅 而且只有翅膀 德万青的妻子 纳祖考尔 今天选择到制作薄煎饼的地方帮忙 薄煎饼是印度北部人的主食 每餐供应 为了减轻人工需求 庙里还有一个特别制作薄煎饼的机器 金庙每天提供的食物数量庞大 必须以大锅饭的方式烹煮 大家都以同静的心处理每一道工序 马虎不得 比如印度人几乎每餐都吃的豆羹 是厨房每天必做的食物 所用的一些材料不一定每天一样 但一般都得花上七八个小时慢慢熬煮 在这个盆核里放了500公斤的鱼 那是200公斤 那是500公斤的鱼 在这个盆核里放了500公斤 我们会把10-12公斤的鱼 和10公斤的鱼 和10公斤的鱼 在这500公斤的鱼 我们可以封锁50,000人每天 和10公斤的鱼 和10公斤的鱼 免费的东西是不是一定难以下口呢 到金庙食堂用餐的人来自不同宗教 他们对这些免费食物的评价如何 我们做到我们家的鱼 但鱼 是在鱼 和10公斤的鱼 和10公斤的鱼 今天的菜单有一道特别的食物 牛奶甜粥 它是节日食品 用牛奶 糖和米饭调配 要煮三个小时 旁遮普邦人认为 在新的一年吃牛奶甜粥 甜在口里 心里 来年会顺顺利利 这些奶酪是准备用来制作 咖喱奶酪豌豆的 所用的材料除了豌豆 还有蒜 姜 洋葱 印度青酥油 咖喱调味料等等 煮好这样一大锅的咖喱奶酪豌豆 也需要三个小时以上 烹煮好的食物 会倒入一个个较小的容器 由工作人员分工合作 送往食堂里的小厨房 再由分派食物的义工们 送到用餐者的盘中 整个过程很细统 井然有序 大家吃饭前后 都不用念经 每个人静静地吃 似乎把在金庙里用餐 当作一种荣幸 的确 不管对真正需要免费餐的穷人 或较为富裕的人 如德万兴一家来说 这都是神圣的一餐 边吃 工作人员还会细心观察 看谁需要添加食物 马上给您添上 即使可以无限量添加 大多数人也不会浪费 都把盘里的饭菜 吃得干干净净的 吃完了 千万别忘了把餐盘带出去 交给等候的义工 由他们送到水槽边清洗 清洗整理餐具时 每个人都很细心 也做得很开心 据说经常来这里服务的志愿者 有大约一百万人 志愿者形形色色 经验和工作能力参差有别 可分工情况却是有条有理 这主要依靠 庙里大约五百名全职员工的组织和分配 无论如何 主要由志愿者运作的厨房和食堂 效率之高 足以令人惊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